莫強雅我把他包裝起來 換你拿到手機瓦 天啊媽 麥克風 我本人的聲音就很大 喂 好好好 好緊張 有點緊張 hi 哈囉大家好 我剛剛有點小聲 我現在大聲一點 嗨大家好 我是Irene 然後很開心 今天可以來跟大家分享在IoH的一點小故事 OK 喔好 very good 好 關於IoH的話呢 欸我想問一下在場有人聽過IoH嗎 Oh my god IoH的行銷真的是做得有成功 好 好 IoH呢 IoH它的英文成名是Innovation Open House 然後翻譯成中文直譯呢就是創意開房間 對 其實沒有很好聽 所以我們都把它翻成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那我們都會說IoH它是一個線上的影音圖書館 然後我們把全世界的工作跟求學的經驗呢 放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好 下一張 那 在我們 我們主要的Product就是我們的講座 我們都說它是一支Talk 然後你在我們的官網上面就可以看到這些經驗 那我們這些經驗呢主要就是要分享的是 你沒有去過你就不會知道的事情 然後每一個人都是給它主觀的一些分享 然後 我們主要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想要杜絕 千金難買早知道的 怎麼饒舌 千金難買早知道的痛苦 因為 舉一個例子好了 台東 就是 有很多的高中生他在 升大學之前 他花了可能花了十幾二十年在讀書 可是我們花了十幾天 甚至幾分鐘 我們就在選田我們的志願耶 所以你在選田志願的時候 你真的知道 你要讀的這些科系你到底在做什麼嗎 有很多人是 他去讀了 可是他才知道原來自己不喜歡 所以我們想要杜絕這些就是 這些就是 千金難買早知道的遺憾 所以才開始做iOS這件事情 那 好 就是 那iOS的影片主要會怎麼樣呢 那就是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好 下一張 咦 再按一下好了 咦 他沒有自己播 好 他是影片 他不能播嗎 OK 他可以播嗎 他可以播嗎 不行嗎 好 好 那我先繼續講好了 那下一張 咦 我好像有跳過幾張同學片 我可以看一下前面嗎 沒了 咦 變得那麼 給你好像 不太一樣 對好像不太一樣 好 咦好沒關係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然後我是Irene 然後我是中原國 中原大學國貿新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是台東人 然後台東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然後就是非常歡迎大家來 好沒關係 我可以繼續講 然後就是 關於時期 我覺得 大學對我來說是一個 就是 我剛有介紹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說 大學讀書不是唯一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真的覺得 嗯 我到了大學之後 應該說我到了大三大四之後 我真的覺得 讀書不是人生的唯一一件事情 所以我才 呃 開始想要去實習 然後我覺得在大學裡面 呃 很重要的一點是 你必須 是我們應該是台灣學生 開始真正在探索自己的過程 那 很多人會用不同的方法去探索自己 比如說就是 參加社團啊 或是 國際志工 或者是 甚至是出國留學等等 那我覺得 關於 呃 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比較希望可以透過 實作去了解自己 我到底喜歡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 我想要去實習 那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覺得在 我的人生二十幾年以來 我一直在同一個環境裡面 就是學校 我覺得學校是一個包容性很大的地方 然後 呃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是時候應該要走出去這個世界 然後 去看看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好像 二十幾年以來 我們好像都只會讀書 就是 除了讀書以外 我們好像沒有做其他的事情 對 好 所以就是 呃 就是為什麼我要去實習 那 關於實習 我覺得找實習的話 呃 對我來講有幾個很重要的一點 除了你自己真正知道 你要做些什麼事情之外 就是你自己可能知道說 欸我可能對什麼事情有興趣 或者是你想要學什麼事情之外 我覺得第一點很認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認同 嗯 我可以轉PPT嗎 再下一張 好 再下一張 好就是認同 我覺得 呃 是找你 你在找實習的時候 你要到哪裡去實習跟 就是 你對於這個組織 它背後做的事情 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你認同 它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我自己 我自己在進入IoH之前 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就是IoH的使用者 那我知道 IoH它 呃 透過個人經驗的分享 它可以讓大家知道 譬如說 OK我今天想要到英國去讀書 那我到英國去讀書 那我到英國去讀書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可以在英國學到些什麼 那 英國的環境到底適不適合我 我 呃 在英國會得到怎麼樣的發展 其實在 你沒有去過英國之前 如果你身邊沒有一個人 他可以 呃 他曾經到英國去讀書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到底在英國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如果今天 有人可以告訴你的話 那 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資源 所以我其實 非常認同IoH的理念 它可以透過就是 經驗的分享 然後幫助更多的人 找到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 呃 再接下來就是 呃 我覺得 我覺得 在選擇環境的部分 我覺得在 呃 實習很重要的一點是 你必須 要知道說 你自己想要學什麼 跟你想要在怎樣的環境裡面工作 那我自己來說 我想要在一個 真的可以去實作 真的可以動手做的一個環境裡面 所以我選擇的是新創的公司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話是 就是 超 唉唷 好 下一張 對 對 好 他曾經在 對高中生 選田支援的時候他說過 他就說 對於支援的選擇 其實是在選擇 你未來想要 什麼方式生活 用什麼樣的姿態 與世界互動 還有你認同的世界觀 那我覺得工作 可能我自己剛出來工作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對我來說 選擇一個工作 真的是 選擇我認同 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跟我想要用怎麼樣的角度 去看一個事 去看 我的世界 我覺得環境會造就你這個人 所以我覺得 在我選擇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對於這句話是非常 算是心有氣氣焉吧 對 然後我覺得 這句話是非常受用的 不管是在對於高中生選田的志願 或是對於我們未來要找工作 我覺得這句話是 我不想要成為一個 因為工作 所以讓我生活變得很無趣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對來 有時候是非常非常 就是重要的一句話 好 下一張 好 那我現在是IOH Marketing的實習生 再下一張 然後這是我們的團隊 再下一張 那IOH的Marketing呢 主要還是 Shade's Eye on 好 謝謝 就是 數據分析 那 行銷有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那 在IOH裡面的行銷 我們主要還是做 數據分析為主 那如果你是對數字很敏感 然後你對 就是Google Analytics 或是任何行銷分析工作 研究的話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來到IOH 那 喔 下一張 好 那我們每天就是會用 每天就是幾個比較固定的工作 就是 我們會用Google Analytics 然後把每天的Official Website的流量 就是記錄下來 還有一些關於我們Facebook粉專 可能按讚人數啊 大家喜歡哪樣子的貼 我們都會把它寫成成成績單 然後記錄下來 那像是一些大型活動後的檢討啊 我們也會用Google Analytics 還有其他 我們自己就是用其他的數據分析的 就是一些平台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必須去看出這個數字背後的故事 自己的見解跟一些改善的方案 然後還有FB的文章 就是一些我們把我們的講座包裝成貼文 或者是一些我們去針對不同的TA 做一些就是Facebook campaign跟一些活動 然後還有網站的ACEO 就是我們會去篩我們的關鍵字 然後下廣告 然後譬如說ACEO的話 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你今天搜尋 嗯 喔台大森林好了 那你拿到台大森林 那你就可能會看到就是 IOH的講座 它可能就在第四個就是搜尋結果 那這就是ACEO的一個成效 對 那其他的話呢 其他的話 IOH裡面大家都會做的事情 就是演講工作坊還有AIC 那演講的話 主要是我們會去高中端做演講 然後我們會有就是舉辦現場的工作 現場的講座 那工作坊就是跟學校合作的部分 那Live in IOH的話呢 哇 對這張很特別是因為 我放這張是因為 焦點的創辦人 他這一天來到我們的那個Studio裡面 然後那一天好像是 他剛從台東救災回來吧 對 然後就是 剛好我們那一天就是Studio人最多的時候 所以我就特意放這張 算是IOH跟我跟焦點的一個小小的淵源 然後我之前沒有投焦點的實習生 對 好 那在IOH裡面的實習生是沒有薪水的 但是我們有 取之不盡用之不解的零食 好 這是我們實習生擁有的資源 就是臨時跟學習環境 然後我覺得IOH的中心思想是個人 在IOH裡面 我們會碰到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像是這張是那個 大家知道那個 台師大最年輕的畢業講師 就是徐欣偉 他有來我們的IOH裡面 就是錄他自己的一個talk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 我們也會透過跟學校合作工作坊 遇到來自世界各地或者是不同學校的領域的講者 現場工作坊呢 就是我們會有請一些比較有名的人 來做就是現場的分享 好 然後我覺得在IOH裡面 永遠都會有新的挑戰 因為它是一個步調很快的新創公司 那每天每天你在做 譬如說 就算我們有既定的事情要做 但是 每天每天我們還是有不同的 像就是不同的新的挑戰 那這些挑戰就是 你可能前一秒你還在討論 下一秒馬上就被執行 譬如說我們 我們在暑假之前 我們就說 OK我們要把IOH這東西帶到馬來西亞 那我們就正在暑假 我們用暑假一個半月的時間 把IOH推到馬來西亞 那我覺得馬來西亞的故事是 非常感動的 就是之後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對 那我覺得在IOH會有學不完的事情 然後我們創辦人很重視 每一個實習生生是每一個正直 你們在這邊可以學到什麼 他重視的事情不是 你這個人可以對IOH有多少貢獻 而是IOH可以帶給你什麼 你可以在我們裡面學到什麼 不只是你自己的 可能工作上面的實力 更重要的是你對於未來 還有你自己的型態上面的一些學習 對 好 然後像這個是 因為在IOH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專長 那我們就會每一個不同專長的人 我們就會自己在內部開課 然後可能就會寫coding 就是教大家寫coding 會photoshop 會AI的人 就會教大家做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如果你想加入IOH的話 就是剛剛我前面講 我覺得認同很重要 我覺得今天認同一個組織的價值 不是就是 我覺得除了是看到它背後的價值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它給我是一個動力 讓我真的把我自己整個人 投身進去這件事情 然後我希望可以因為我做的這件事情 就算它 我每天做的工作再重複 但是我今天只要回頭看 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我只要 會有人因為這件事情有所改變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是非常有價值的 那我覺得態度很重要 就算你今天是零經驗的人 你到IOH來 我覺得 我覺得零經驗不是 就是它不是一個藉口 如果你今天你肯學 你願意學 然後你願意去 你看到一個問題 然後你真的是 就是你用盡 重盡你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它 我覺得 沒有什麼不可以 對 所以我覺得態度很重要 然後 對 就是解決問題的話 大家真的都是邊做邊學 像是我們現在的 攝影師跟影片剪輯師 所以它其實是讀醫管系的 然後它來IOH 它自學影片剪輯 自學攝影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這裡面 大家都是邊做邊學 然後有什麼問題 大家一一擊破這樣子 那 先等於收穫的話 我覺得自學能力真的很重要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每個人來自不同的領域 或者東西不一樣 然後除了互相學之外 你自己 學習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時間 可以 那麼多時間可以教你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個問題 到底能不能自己解決 我覺得是 我覺得不管是在哪裡 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都是很重要的能力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在IOH 學到最大的事情 那再來是迷惘 我覺得現在大學生 因為我自己是大學生 我覺得現在大學生 尤其是大四的學生 很多人都會說 OK 他今天要去 讀研究所 或者是今天他要出國讀書 他要去 做什麼 就是我覺得讀研究所都會出國讀書 可是你們到底有沒有想過說 你們今天到底為什麼 要出國讀書跟讀研究 如果你們 就是我覺得在IOH 給我一個很大的 shock 是 我曾經以為 我自己是一個 很有目標的人 我想要出國讀書或什麼的 可是後來 我進來IOH實習了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我想要學的事情 是可以在 我透過實作的時候 我可以學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在IOH給我不同的思考 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 他讓我面對 鼓求人心面對我自己的迷惘 對 好 那我今天分享就先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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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那個 下面有那個 好 沒關係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上IOH的網站 多看 就是你會看他 IOH的網站上其實都是 是怎麼講 介紹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 demo 我之前有聽超哥講過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上去 錄自己學校的那個科系 還是什麼 他們好像你們會有一個 專門的 我會有一個demo 但是也可以問我們實習生 對 好 大家有問題 想要問Irene的嗎 蛤 她還有點緊張 育中 其實她會有一次 就是我們大家 關注育中 然後 但是其實現在在做 就是教育上關注 教育上的 那 呃 我想要的表現 IOH是 會這麼結束 結束於 就這麼多的 教育上的感覺 你覺得 最大的 動作 呃 我覺得IOH 我覺得不能說IOH結束 我覺得結束 怎麼講 我覺得在IOH裡面的人 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是我們就 不太喜歡去跟人家比較 叫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如果 說IOH成功的話 我覺得成功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很清楚看到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真的是 針對那個問題 在做解決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 Picture在那裡 我們知道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 一直戳它 就是 就是我們針對那個問題 我們在解決它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教育問題 很多很多的層面 對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現在是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去解決它 就是我剛剛跟你說的 超哥看到就是 今天出國留學的人 或是台灣的高中生 他在選田支援的時候 你花了二十幾天多 說你是花十幾天選的資源 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們看到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IOH成功的地方 就是 我們真的知道 我們自己在解決什麼事情 恩 對 謝謝欣宜 非常用力的幫我們解釋了一下 那我們先請欣宜回去 然後等一下如果有 關於IOH更多問題 我覺得也可以再去跟欣宜討論 我自己上次聽完超哥的演講的時候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玉中剛剛那個問題是因為 IOH很重視細節 就像剛剛Irene有講到 因為其實像他們 後面排隊要錄影的影片超多 可是他們還是很重視就是 每一個他們錄出去的影片 PPT應該要是什麼樣子 他們應該要怎麼樣訓練來分享的人 他們都很要求的很到位 他們並不會說 因為希望更多的影片可以上架 所以我們就 讓這個影片比較不好一點 因為他希望這個影片 是可以一直流傳下去 然後一直讓大家被分享使用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IOH很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一個小細節 好 那我們